一般我们如果用在Excel里面 应该各位对于这个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增加或减少小数点 比如说你有个小数点 你可以增加或减少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增加或减少小数点 它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它只是把那个小数点的部分 在显示的时候隐藏 但实际上存在内部的资料 还是有小数点 可能到后面 它并没有把它删掉 如果你要真的删掉的话 一般习惯是用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数学类的 有一个叫什么 数学里面有一个叫run的函数 其实这个概念 这个run的应该各位有用过 这个run的话 就是真的帮你把小数点去掉 去掉之后 就四者五入到 比如小数点第二位 真的就资料就改变 这个部分的概念 在Python也是一样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用格式的话 我们先用格式 比如说现在输出的话 它并不是到小数点第二位 可是如果我要让它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如果一些详细的细节 可以参考一下 我放在那个云端上面有个讲义 这个讲义的话 是那个基础教学里面 在那个讲义类里面 基础教学 其中有一类是跟什么 跟字串有关的 这一个 这个档案里面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那往下找一下 这边 这是数学 再往下找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几个格式化的部分 有没有 Python的字串格式化 那其中的话呢 特别至于 如果你要格式化小数点的话 可以用那个什么呢 Person F 去做格式化 但是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你就点 点后面加一个2 2F的话 实际上就是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不过呢 它的格式化 中间必须要加一个person的符号 才可以 这个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话 你可以用format函数 format函数的话 其实 也 至少两个方法 我们先做第一个好了 假设我 其他还有像什么 如果你要格式化是那个 字串的话 就是person S 格式化成整数的话 就是person D 然后person F 大概比较常用是这些 另外这两个 可能用到的机会比较少 格式化Artsky Code 这个机会太少了 什么乌符号 这个大概都 比较少用 1 2 3 这比较常用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 可以以像这个list来看 如果我今天要格式化什么 面积为 那不过格式化之前 第一个我要先怎么在这边 先告诉他格式是什么 所以双引号 一个空一格 中间的话呢 格一个什么 格一个person 意思就是说 前面是格式 后面的话呢 是你要格式的资料 前面是格式 后面是格式的资料 然后中间呢 请你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百分比 啊另外 这边呢 请特别注意哦 你不需要转成文字 你只要原来的东西就好了 你加一个trip 反而他会告诉你错误 他会告诉你说 你给我原来的资料就好 你不用帮我转型啦 我不用转型 我会自己帮你来资料 我帮你格式就好了 OK 所以特别之后 这规则 前面是一个格式 那格式的话是什么呢 一个什么呢 点2F 所以前面一定一个person 点 点后面的话呢 就是小数点几位 加一个F的话 表示是 你要格式的是辅点 是格式化成 小数点到第二位 OK 应该看得懂吧 所以 person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还有一个person 为什么还有一个person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规则 OK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定 因为这个是python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固定 所以你只要大概记得 就是说 反正前面是格式 OK 中间一定要加一个person 后面就给他资料 他这个 这个我也 他定义就是这样的 不过我是觉得 我大概猜想 这个其实有点像学那个 以前java 学c的 反正以前就这样子 反正 如果你不需要学新的 就继承嘛 就用别人家之前的规则 其实你在java 或在c里面写的方法 跟这个还蛮接近的 不过他稍有差异啦 他只是把以前人家的其他语言 稍微修改一下 好 那改完之后确定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基本上的话 底下应该有一些相关的那个 格式 有一些可能 我没讲到的 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执行看看 执行过之后的话呢 来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执行 请输入半径嘛 那假设输入6 本来会输入他会一个很长的结果 不过因为经过这个格式之后 他会帮你把这里面的资料 格式化成这样的结果 帮你做输出 好这个是方法 一 前面那个加也是 对这个一定要 因为他是串 后面的东西 那这个后面的东西 串接嘛 对不对 M 应该可以看得懂 然后 这个是把东西 先放在前面 格式化之后再跟他串 串完之后就面积为 OK 这个其实规则不是我定的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这样 其实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那个 那个创 创这个派神的 他是一个好像是什么 芬兰 芬兰人吧 好像很多都是北欧人 很厉害 他的名字很好 就是什么叫 龟斗 龟 龟 不是 铜音 叫龟斗 OK 所以这个他当然有设计的 他的一个规则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学程式的时候 有些是固定的 你也不能去乱 乱去变动他 OK 这是第一个方法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们改用什么 第二个方法 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你其实还有第二个方法 可以用什么 用format OK format 其实他是在String的这个 算是 模组底下的一个方法 String里面有个 其实这个跟其他语言也类似 那其中的话 如果你要小数点到第二位 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一个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使用的方法 其实这边有范例 你可以照着做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也可以用什么 用run的函数 run的函数 也可以把我们要的小数点第二位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用那个format的话 我还是要照着他的那个 那可能你大概要注意的就是说 比如说在format前面可能需要一个字串 所以字串的话呢 特别就是字串后面一定要个点 意思呢就是这个字串 之后后面会有一个点 这个点的话是这个字串的物件 其实他在那个Python里面就把它当 也许当一个物件来处理 点 里面有个方法 就叫format 那format是后面的来源资料 把后面来源资料format成前面的东西就对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了 所以写法上面的话 那可能关键就是说你可能前面一定要一个大瓜糊 那前面跟那个 刚刚那个format 刚刚那种format的方法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那个person 这边可能要改成冒 改成冒号 如果你少少了一个地方 他就format不出来了 所以大家慢慢习惯 当然他能做什么 底下有很多的很多的范例 比如说我们常常用到的像什么 数字前面如果要补零的话 比如说前面可能我要 三个字 那如果给5的话 005 那00怎么出来 答案在这里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背 但是你需要一些参考 就是你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至少知道format怎么用 然后就把前面的格式套进来就好了 这个有点像在那个Excel里面也是一样 Excel里面不是有右键儲存的格式 有没有 其实任何东西也可以去做制定格式 其实到底我觉得两边是相通的 这边一个制定 那里面有一些一堆符号 这些符号其实也是格式的符号 你只是学会怎么样去做格式 就OK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大概照着这个 这个然后来做一遍 比如说我今天的方法2 方法2的话 也许我可以再把它copy一下 其实我 习惯都是会做版本控制 比如说哪一个 然后2F2好了 第一个第二个 然后把不同的版本 用不同的方式秀 不然的话你全部都凑在一起 旧的就不见了 另外要不然就是你把它注解一下 比如说这一行 你就把它按 我习惯是按 Ctrl加斜线 Ctrl加斜线 这一行就注解 取消注解 就Ctrl加斜线 又取消注解 这个还蛮重要的快速键 因为 以前是教各位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紧字号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行要要注解怎么办 其实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如果这一范围全部要注解 Ctrl斜线 全部注解 Ctrl斜线 全部取消注解 这招还蛮管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写 要改写程式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把你原来东西留下 你下一次要回头就不见了 所以习惯上怎么办 这一行我不确定 我可以先怎么办 把这一行先复制一行 Ctrl C贴上 然后把上面这一行保留 利用下面这一行来改 上面这一行还在 两边可以做参照一下 否则的话你将来不见了就没有了 那第一个你要怎么样去做 首先第一个先给一个格式 那这个格式的规则 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是大刮壶 第二个是冒号 然后呢 其他一样 后大刮壶 OK 所以 这个可能要慢慢熟悉一下 这个熟悉之后 我想以后你只要遇到格式化 通通都可以迎刃而解 后面的话呢 就是再加一个什么 点 点什么呢 你会发现他还蛮贴心的 点Format出来了 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但是他有一些说明 然后你也可以讲 Return a format 这边有一些 OK 好 不过好像写的太简短了 里面还没有一些 范本 那如果你要详细范本 可能你就是查官方的那个 Library 里面的那个 reference 里面都有 OK 然后把它点两下 然后他有 arg1 arg2 不过基本上我们只要一个arg 就是一个那个参数 那把这个前面东西删掉 后面呢 再加一个后刮符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搞定了 只要不要打错了 常常就是 多一个什么person的符号 你其实符号打错 一个错都不行 那没有关系 不用特别背 你就是大概参考 我们那个云端的讲义 然后呢 再照着做做看 好 好 试一下看看 如果OK的话 应该run就没有问题了 把它执行一下 半径如果为8 Enter 有没有 就帮你formate 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这个是方法2 OK 这个方法还蛮重要的 未来 以后你们只要 输出什么资料 一定会遇到 因为 反正你输入跟输出 你一定会做一个45路 或者是说做一些格式 取到小数点第几位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参考 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第二招 那第三招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run的 直接就是直接把它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输出 这样就搞定了 可是你要怎么样 直接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也许我这边再把它复制一个 copy 再贴好了 那这样我就有很多个版本 那也许后面可以再改一下 那我这个的话就是说呢 我不要用那个 刚刚这个format 所以我必须把它再改回来 改成用string 改回原来的 但是呢 差别在哪里呢 你可以在这个外面再包一个 做法其实跟那个什么 跟easell还蛮像的 easell里面不是有个什么 run的 r-o-u-n-d 对不对 那基本上这个run的 它已经内建的在你的python 所以不用做任何import 前刮壶 后面加一个逗点 取到小数点 第几位呢 第二位 后刮壶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搞定了 意思就是怎么样 帮我把外面这个地方 帮我怎么样 先包一个r-u-n-d 关键我刚刚是只有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r-u-n-d ok r-u-n-d 然后逗点 第二位 前刮壶 后刮壶把它包起来 这样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计算的结果 最后真正的把 小数点第二位以后的四捨五路 就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呢 再帮我转成3 这样应该ok吧 然后呢 把它执行 这样的话呢 看一下 基本上结果应该也会是第二位了 第九 再加按 应该输入到这边 再一次 Enter 这个 ok 好有没有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刚刚我们主要做了 总共有 三种方法 方法 一 用这个 方法 二 用这个 方法 三呢 用r-u-n-d 所以总共有三个方法 啊一样啦 我待会也会把那个 画面 直接 拍照 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这三种方法 实际上 有什么差别 今天是因为数字 那在其他地方 嗯 嗯 就看 其实你可以比较一下 哪一个比较简单啦 然后如果将来你的 嗯 工作 如果格式比较复杂 会用format 如果次复杂 会用那个 另外一个 比如说你只是整数啦 字串啦 有沒有 浮点 啊如果你只是什么 简单 如果 我是觉得最简单 是用r-u-n-d啦 有没有 啊 这当然就是你有很多的方法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实际上的需求 去做 啊因为 可是r-u-n-d 他缺点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再帮你做其他的格式 啊 比如说你可能 小数点前面 就是整数前面要补零啊 或者是说 你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格式的话 那这个部分 只能用format 就不能用r-u-n-d 所以这个当然 至于用哪一种方法 有时候你可能要针对实际上 遇到的情况 自己去做一个取舍 所以你需要多练功 你需要多一些的sample 其实要把程式写好了 不外乎就是多练 真的就练功一样 就跟那个打 打游 线上游戏打怪一样 你如果打的怪够多的话 你经验值累积 以后你这个写程式 真的要想要写什么 就可以写什么 所以其实你需要很多的案例 那尽量的话呢 找一些sample 反正看到什么 只要你以前 工作里面遇到的一些 需要判断逻辑 或者一些 什么样的情境 你都可以把它带进来 然后修改一些 可能一些需要的一些参数啦 变数啦 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出你要的结果 如果说以后 你只要想得到的都做得出来 那恭喜你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可以在不怕资料 大 就怕没资料 随时想要怎么做就可以 自然而然 你要有个大量的报表输出 你很快就可以把结果给秀出来了 OK 那当然Python里面还有一些图表的应用 未来你也可以把它输出成 有没有图表 报表 马上可以秀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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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